大家好,我是大野猪 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 首先是官方最新的公告 八重神子杀声音的锁笛机制已经回退 补偿的100元时也已经通过邮件发放 不过大家一定要在4月9号16点以前上线领取 这里像不能经常上线的朋友说明一下 有时候你们会发现自己的补偿邮件比别人少 这是因为每个邮件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上线 公告中指的有效期30天 是指这个邮件可以存放30天 所以遇到补偿的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上线领取邮件 我看了一下日历 防尘米朋友应该是可以拿到的 接着是很多朋友向野猪提供的一个灵感 在去年6月份 原神发布了第一批时装 秦巴巴拉 这两位是蒙德人 然后在2.4发布的时装 宁光和克勤是离乐人 那么按照国家的顺序 下一批时装是不是要到期角色了 另外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 2.7或者2.8是不是会有新时装 因为暑假大家都放假了 刚好可以赚一票 但是会不会是到期角色 我表示怀疑 因为要考虑到一点 很多限定角色朋友们是没有的 如果在没有角色的情况下买了时装 然后这个角色复刻又等了半年一年 而常住词的角色是非常容易歪出来的 所以基于这点考虑 下一批新时装很有可能还是常住词的五星 当然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猜测 这里先祝所有朋友 小保底不歪 十连双簧 抽卡圆梦 希望大家可以用点赞三连支持一下野猪 感谢大家了 然后是今天很多朋友来询问的 这张图片是不是官方发的CP图 这个是官方的 但是不是CP图 这是为了庆祝官方在有一个平台上面 关注达到400万了 除非米哈游官方疯了 否则怎么可能扯CP啊 不说了不说了 这个话题容易起争议 接着是野猪我个人的小故事 有很多朋友问我 说你那个妹妹还在玩原神吗 她还在玩的 并且去抽了温迪 但是她歪了歪了客情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事情 应该分享给大家 没关系 温迪卡池还没结束嘛 再存一下原石 也许就出了 都看到这里了 野猪向大家求一个一键三连 祝所有点赞三连的朋友 抽卡圆梦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感谢大家的支持 关注野猪 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大家